先把人送医院啊 不行 干什么呀 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把人送医院去 一家子把假受伤的母亲 抬到公司想敲诈一番 女总裁客气的跟他们商量 先把病人送医院治疗 再根据检查结果进行商讨 你说呢 说什么 别说 这样我们就找个刷子 女总裁做出让步 既然不愿送医院 那把人抬我办公室 别影响我们正常营业总型吧 你打人的时候 怎么就不知道影响我们正常生活了 真是个恶人先告状 明明是一家子合起来 围攻公司的经理贺小夏 因为没人知道内情 所以干脆倒打一盘 总裁丈夫一看这架势 立马察觉出是来捣乱的 我打10报警 还报警 你打你是任何事 我让你打 一家子听说要报警 心虚之下耍起无赖 几个儿媳骂骂咧咧 五大三粗的二儿子 一屁股坐在桌子上 扬言跟公司号上了 总裁丈夫真想给他一巴掌 但又怕影响了公司形象 只好暂时强压住怒火 就在双方对峙不下事 无赖一家子的大克星 杀气腾腾的来到了公司 原来被这家子打得贺小夏 因为委屈而伤心流泪 被他的父亲贺绝头看到 气势汹汹上门讨说法 欺负我女儿是不是 子龙以为贺绝头知道了 全家围攻他女儿的事 为了自保第一时间甩锅 这孩的娘 还有他哥他嫂子 他们打的 我根本没上手啊 什么 还打了 一听说宝贝女儿被打了 贺绝头把子龙摁在床上 一顿输出揍得他鼻青脸中 人呢 他们上闭馆了 贺绝头收够了利息 三截放过子龙 杀气腾腾的去找哥嫂算账了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先有余悸的子龙委屈巴巴道 这个毒妃 贺绝头到了宾馆室 哥嫂他们正闹得凶啊 贺绝头一个箭步冲到了 正躺地上装死的还是他娘呢 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谁 是不是你打我闺女 我没打 你看你想找打 我他把心打 贺绝头噗嗣一拳 打的小伙儿 顿觉满天都是星星 刚才的嚣张劲顿消大半 要不是一群保安拦着 贺绝头还打算给他的鼻子 再开一个酱油铺 让他酸的咸的 苦的辣的一起来 这时警察也过来了 贺绝头也效仿这家子 来了个恶人先告状 他警察同志 他打我闺女 还有他 他爹告诉我的 不信你去问我去 一看老敌都被揭穿了 刚才还装死的老太太 私立有一下飞奔出公司 几个大汉都追他不住 各早几人一看老娘溜了 顿时像双打的茄子蔫儿了 至于最终结局怎么样 不用我多说了吧 这可真是应了那句话 恶人自由恶人魔呀